昨天NCWA正式开启 25年的准状元杜克大学新生 二四届全美第一高中生 美国之子库伯弗拉克打出了全面的表现 他在对这缅英大学的比赛中 贡献18分期篮板5助攻3抢断的数据 帮助球队以96比62大胜对手 而也是在昨天NBA的赛场上 老英队以93比123输给了凯尔特人 当家球形吹样打了23分钟 因为右侧肋骨扭伤而提前离场 留下了石头1中 三分球6头0中 得到2分6助攻的数据 老英本赛季的战绩来到了三胜五负 赛后外界对于老英和吹样的未来 也进行了讨论 前老英后卫Jeff Teague甚至表示 球队应该更换舰队核心 交易走吹样 全力去追逐Cooper 大家好我是Terry 拥有夸张天赋和绝顶人气的Cooper 确实会让不少NBA球队眼馋 并不惜摆烂 而明年的整体参选新秀质量颇高 也使得这一届选秀权尤其的珍贵 除了昨天聊到的在NCW首秀 发挥出色的二次届五星高中生们之外 不少二次届的四星高中生 也在首秀中打出了非常亮眼的表现 如果他们可以保持下去 也很可能会拥有进入明年选球大会 首轮的行情 其中阿拉巴马大学新生 拉布朗菲朗 在对这UNCA的比赛中出战24分钟 全场气投4中 罚球两番两中 贡献10分9助攻 3强断2风感 攻防两端都影响了比赛 帮助球队110比54大胜对手 这位身高6尺4寸193公分的四星大医生 在比赛中参与了球队近三成的进攻 俨然已经成为了阿拉巴马核心 而球队主帅则在赛后这样评价拉布朗菲朗 说实话 拉布朗菲朗从6月的训练营开始 就已经确立了他是 队中最好的双能位的地位 他在球场上拥有优秀的投篮和组织能力 也能打出强硬的防守 他具备成为NBA选手热门的条件 而在俄亥俄州立以80比72战胜德州大学的比赛中 队中的四星大医生 诡异射手 看下14分 不仅效率相当的惊人 那几颗三分球的难度还超高 其中有两极是几乎踩着logo投进去的 其实这位身高61寸185公分的选手 高中时就以投射和得分见长 他高次赛季场均更轰下21.5分 5.4助攻 2.4篮板两抢断 帮助校队拿到全美第八的成绩 其中三分球命中率高达39% 俄亥俄州立主帅表示 他出手速度极快 无球移动非常有天分 我亲自招募了他 我相信他的能力 姜摩布里可能是全美最强的射手 没有之一 然后效力于哈佛大学的新生 来自于哈佛西湖的前四星高中生 混血球员赫博 Robert Hinton 在面对马里斯特学院的比赛中 先发打了全队之多的33分钟 12投9中 3分球2投4中 发球10发8中 砍下27分5篮板的数据 帮助球队719比66赢球 这位身高6尺5寸195公分的选手 在比赛中展现出了自己优秀的 持球进攻能力和出色的体能 赛后也收到了主教练的点名表扬 赫博非常的具有潜力 他充满创造力 在球场上毫不畏惧 表现得非常高效且完美 赫博则表示 球队教练给了他非常大的自由度 去发挥自己的才华 而他同样在长春腾联盟打球的哥哥赫丹 则是他的目标和榜样 赫博说 我迫不及待要在今年两次击败他了 兄弟们 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